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今集的節目主持人Tina 在我身邊依然有袁醫生 Hello袁醫生 你好 你好 上一集我們講關節炎的問題 本來想著今集繼續說 但是我們剛剛收到一個很有趣的電郵 這個讀者 我想我們可以借這個電郵 來講同類療法醫療的情況 好嗎 原醫生 這位剛剛收到的 大概10個收到的 是的 本來本來想著繼續探討一下 在自然醫療方面如何醫關節炎 其實都需要好幾集 我們手上準備的資料 如果詳細一點探討這些問題都要好幾集 但是這個電郵很有趣的 我想不如先講講這個電郵 好 我講講這個小姐的問題 其實她在周博士的Facebook 看到袁醫生網台的連結 第一次聽到一個便秘的講座 然後她說她本身至少有便秘的問題 她聽完這個錄音之後 就發現自己可能是石叢營的人 因為她很喜歡吃豬力 而且她現在有一個問題很困擾她 就是她腹部的左下方有一個腫塊頂住 而且她現在的便秘的問題是怎樣呢 她要三四天才可以去到一次便秘 長時期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三四天才去到一次大便 而且她去大便是很困難的 有時她要很努力吃很多健康的食物 她才會去得比較好些 她就估計可能在她的直腸中 會有些問題出現 但她又沒有顯示到 她有試過做一些血量測試 又沒有這個癌症指示的問題 但她平時也有一些尿失禁的情況 而且她比較多白頭髮 而且容易脫髮 有這些問題 她自己本身 就不相信西方醫療 特別是香港的診所 或者醫院 她覺得也不太相信 她也很怕去做一些背餐的事情 她現在已經吃少許多肉類 又吃很多水果、蔬果類的東西 以及自己也幫助自己做一些腹部按摩 希望是好一點 但好像也沒有什麼效果 她也有經常喝西梅汁 但也不覺得幫到她 所以她很想問完醫生有什麼辦法 她自己覺得優格很好 但又很貴 而且她也知道她應該要吃多些 沒有防腐劑、很自然的食物 但她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很貴 希望完醫生可以解答她 幫她幫她 你聽到這位聽眾 其實她的醫學常識也挺豐富 她說到那些環處部位 都是一種醫學的名詞 我們大概估計她應該是在醫院工作 或者從事醫療這方面 其實這位聽眾 她給我們的資料 可以說在我們同類療法進行治療的時候 其實我們需要大量收集這方面的資料 我見到她的資料很仔細 說出她的幾種症狀 我在家裡把這些資料進入電腦 你知道在同類療法治療過程 我們首先要詳細搜集病人的資料 在討論裡面 知道有關病的情況 有關人的情況 也有關人的心境、心態 我看到這位聽眾也說了很多話 包括她的心境 我也看到出來 寫得很仔細 第一件事 她說我估計我可能是石叢型 即是Nicopodium 她說我很喜歡吃朱古力 如果我們用醫學的字典 和療法的醫學字典裡面 查一查 中吃朱古力的有哪幾種療劑 可以查到有52種療劑 其中比較強的療劑 就是輪型的人 輪型的人 吃朱古力是很強的 很喜歡吃朱古力 石叢型的人 都是中吃朱古力 但不是最強的 譬如我們會把症狀分成四個等級 最強是四 石叢型大概是一 好了 我先把那些資料一天加進去 這個人很喜歡吃朱古力 有52個療劑 有這個症狀 她也說了 她腹部好像有一塊東西頂住 有一個硬塊的感覺 我用這個療劑加進字典 看到有50個療劑 有70個療劑 有這個症狀 她說 我的感覺是下腹部位 右邊下腹部位 以我用這種硬塊的感覺 在右下腹部位 有9個療劑 她也提及 她好像覺得很緊張 她說得很清楚 腹部成一種緊張的感覺 英文叫做tension 腹部有一種緊張的感覺 其實有216個療劑 都有這種感覺 好 我再加進去 接著 緊張的地方 在右邊 右邊緊張的地方 有24個療劑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直這樣做下去 還有她便秘了很久 她從年輕時 已經便秘到原在 可以說她長期便秘 有44個療劑 44個療劑 都有這種症狀 曾經的療劑 都比這種症狀 她也說 大便很辛苦 有189個療劑 但她過去試過很多種通便工具 她試過喝西梅 西梅汁 但發現這些工具 對她來說 根本沒有什麼效果 她就吃一些輕舌劑 還有一些瀉藥 她說她的份量已經差不多 她建議容量的雙倍 很明顯 她吃的瀉藥 其實都吃得很重 好了 我們會看看 便秘 因為吃的瀉藥 吃得多 而導致便秘 有16個療劑 有16個療劑 有這個症狀 她也說 有時候療濕感 簡單來說 根據療濕感的症狀 通常有329個療劑 她也提及 有時候她覺得 初下肚子 初下肚子 好像企圖 企圖幫助大便 她沒有說清楚 初下肚子是有效的 還是她覺得舒服一點 這樣做 初下肚子幫助有27個療劑 還有她的臀部 她的臀部很黑 黑的臀部有211個療劑 還有她出汗 有很多汗氣 有汗氣 有汗氣 有166個療劑 還有她說 我頭部尤其是 頭部的出汗 有味的有8個療劑 還有你看到她 她說其實她 其實她很害怕 她說她很害怕 她對這個病 其實她也很擔心 很明顯 一般人 如果有這種病 有了4年這麼久 她當然會有害怕 她怕會不會有癌症 於是她也做過很基本的 施檢 看看有沒有隱血 她看過 分辨是沒有血的 但我上次也和大家分享過 其實用隱血 訓辨的血 來看有沒有腸癌 其實是不可靠的 但跟進來說 她應該是做一些背餐 但她的治療 她也不太喜歡 因為背餐始終 她覺得辛苦 還有要用X光 有多大量的X光去跟進 還有她覺得 不喜歡有侵犯性的檢查方法 所以她沒有做到 但她背後 有一個陰影 會怕自己是癌症 所以我把這個治療 害怕疾病 害怕有病 有138個療劑 有這個症狀 害怕癌症 很普遍 有48個療劑 有這個症狀 還有一個 對健康很焦慮 有126個療劑 有這個症狀 接著她說一連串 你也看到她說 即使憶力多 即是Yaku 這些飲品 我都不是常喝 她很多時候 感覺很多人都太貴 吃那些沒有附加劑 那些食物 所謂比較有機的食物 她都覺得是貴的 某個程度上 你看到她的心境 其實她是很慳 她在金錢方面 她是很緊張的 她是否窮呢 可能她真的 因為她知道 沒有辦法跟進 她可能真的不富裕 她對這方面 會算著利用 也有些人不是的 她根本絕對有能力 是購買這些健康食品 不過她是不捨得的 那這種是一種叫心境 一個心境的症狀 我們在我們的字典 也有很多 譬如其中一個就是 譬如她的感覺 她的想像 即想像 她很窮 有13個療劑 有這個症狀 還有她害怕貧窮 有48個療劑 因為字典裡面 不可能會有一個症狀 她說我不捨得買 吃益力多 當然不會有這種症狀 只不過她很明顯 是跟金錢有關的 也有一個症狀 對於錢銀方面 她很緊張 很執著 有5個療劑這個症狀 還有一個療劑 就是經濟損失之後 很影響她 有17個療劑 還有一個療劑 對錢銀很緊張 很焦慮 有24個療劑 你可以看到 在同類療法的領域的資訊裡 我們需要很多這些東西加加賣賣 她也提及 頭髮開始白 有37個療劑 頭髮開始剝落 脫髮得多 有205個療劑 幸好我們今時今日 不像我20多年前開始學同類療法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是要手做的 每一個症狀 我們會在我們的字典裡 找一個症狀的紀錄 我叫做Rubric Rubric Rubric 其實是症狀的 當然病人的症狀 未必跟書寫的症狀 是完全笨合的 但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我們要開始分析 病人的症狀的意思是 這本書的Rubric 是甚麼意思 所以在我們的技術裡 我們要懂得怎樣去找 好了 我將它 我剛才所說的 聚術資料 我基本上全部進入電腦 讓電腦分析 一分析出來 我看到基本上有六個主要的療劑 雖然這位病人覺得它是石蟲型 在我們的分析裡 六個裡面 石蟲型排得最尾 不是最強的那個 反而Nuxformica 馬前子是排得最高的 馬前子 第二就是鈣 Calcaria Carbonicum 排第二 第三就是Sulfur 第四就是 Sulfur 第五就是 Brionium Bionium 是一種植物的療劑 最後就是 Nicopodium 就是石蟲型 可以看到 在同一個療法醫生 要面對的 就是我們其實 要收集這些資料 再要詳細地記錄 再詳細分析 跟著由分析出來的資料 我們會有很多可能有效的 可能就是說 對這些症狀是 概括到的 就是cover到的這些症狀 由那裡我們再去選擇 很明顯 現在我面對電腦分析 至少有六個 有六個比較主要的症狀 也有十幾個症狀 都符合 我都要選擇 是吧 變成有時候 你可以看到 痛的療法 那個難度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裏的 不是說 你的資料 擠進去之後 雖然有電腦幫助 我們分析出來 我們有時候都是不足夠 也不能夠決定是哪一種 譬如這樣 排第一的是馬前子 Nuxvormica Nuxvormica 你可以看到 它的重心點在哪裏呢 就是腹腔腸胃方面的症狀 譬如有一種眼塊 好像一塊東西頂住 還有很貓貓緊 亦都是右邊 還有長期便秘 是長期服飾這些 這些瀉藥 糞便是黑 這是馬前子的方面 是很強的 還有害怕疾病 害怕金錢方面的顧慮 其實馬前子都有了 那我怎麼決定 要不要用馬前子呢 其實馬前子還有其他資料 基本上那個人是怕冷的 在我們現在的資料可惜 未有這個資料下 如果我們在文證的時候 我們會再詳細一點 了解這個病人 是不是很怕冷的呢 還是普通的體溫呢 還是很怕熱的呢 這個會知道了 還有那個人的一般工作的態度 馬前子的人是比較薄殺的 就是很勤力啊 很上進心啊 還有就是那個進取心 還有很competitive 就是很好勝一點的 OK 那就是一個馬前子那種型的人 那跟馬前子的人呢 比較上是小運動啊 多數都是坐在那裡啊 就是缺乏運動 還有呢 很喜歡喝喝吃吃啊 喝酒啊 吃煙啊這方面的症狀比較多些的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是要多些資料 我們才可以決定得到 那個療劑 那當然呢 在現在這個階段來說呢 你當然有五隻啦 可以一隻隻試的 但是五隻其實都 一隻隻試 可能都有機會很快都試到 那當然最好呢 就是可以很肯定 找到一隻療劑的 那排第二就是療劑 那療劑的人呢 還有什麼特徵呢 療劑的人呢 就比較肥胖一點 在我們以前那個節目裡面 我都介紹過療劑的 比較肥胖胖胖 比較上是白白正正 那比較上呢 就很多很多憂慮 對疾病的憂慮都比較多些 那麼呢 療劑的人呢 都是有些大便各方面的問題的 那麼大便呢 都是需要很多很長時間 才會出出來的 那麼療劑的人呢 有一個挺特別的地方呢 他是喜歡呢 除了喜歡吃朱古力之外呢 他也喜歡吃雞蛋的 嗯 如果你問到的資料 那些人說 我很喜歡西雞蛋 從小都很喜歡吃的 沒有雞蛋不行的 那麼這個呢 我就開始 蓋營的機會就會增加了 那麼蓋營的人呢 就比較 就是做事比較慢一點 但是很有系統的 那麼這個就是蓋營的 某一方面的性格 那麼蓋營的人呢 都是比較多汗 那些人是濕濕濕濕濕的 那麼 如果我們有這個資料 還有那個蓋營 和那個馬前肢很不同 是不是 馬前肢很急速的 很快的 很進取的 但是那個蓋營 是比較慢一點的 都是進取 但是呢 它是慢條斯有效 按部就班做事的 那麼 排第三個就是硫磺 硫磺 硫磺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很明顯的 他也喜歡吃朱古力 那麼他也喜歡吃朱古力 因為硫磺的人呢 是比較常呢 是比較常是怕熱的 硫磺的 硫磺基本上 睡覺很少會蓋屁的 硫磺的人呢 睡覺的時候呢 雙腳總會突出來的 硫磺的人 硫磺的人呢 很多時候是不收蝙蝠 不收蝙蝠比較多些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硫磺的 那種其他的特徵 所以我們能夠去看到 就是要多些的資料 那可以去斷定 去分辨 就是到底用哪一隻 那第三走出來呢 就是那個 那個Sipria Sipria就是那個 蜜魚汁 那蜜魚汁其實我們 在我們那個 過去的節目裡 都好像也有介紹過的 那麼Sipria通常是 女性多一些 大臂問題都有 Sipria的形我們叫做 一種磁 即是一種 Stasis 她是定下來的 是緩慢的 是不太想動的 她自己感覺自己的 情緒上都是很平淡的 沒有什麼感觸的那種感覺 那她就覺得自己人 很緩慢的 是很喜歡去運動 甚至很喜歡曬太陽 那這些運動曬太陽 是令到Sipria的人 感覺是震奮起來的 如果她沒有這些大動作 這些運動呢 她覺得人就越來越慢 越來越下墜 很多時候經歷來 她的陰部是一種下墜的感覺 是Sipria的 Sipria的 也喜歡吃酸的 這個也是一種資料 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 Brionia Brionia的重心點 她是很乾的 很口渴的 喝大量的冰水 還有她大便乾的時候 她就簡直是 糞便乾到 因為太乾了 不出 還有 Brionia型的人 很多時候 她會有種 很怕動動 因為她動了就很痛 動了就很痛 很多時候 我也發現很多雷鋒濕營 這種症狀 是不可以動的 因為動了她 她的關節很痛 以及很尖銳的痛 這種是Brionia型的人 Brionia型的人 是很勤力做事 很強烈的 就算病到死死的 他腦海中 就整天都打算上班 這種Brionia型 好了 石重營 這位聽眾 她自己 根据我们以前所说的几种形 他就认为自己可能是石虫形的人 当然石虫形的人也会喜欢吃朱古力 也有刚才所说的症状 有一个顶着的感觉 或者是慢慢紧的感觉 石虫形的比较向右边多一点 石虫形也有慢性长期的便秘 但在程度上没有马前子或者丐形那么多 大便也比较难出 难拔 当然石虫形的人也有很多其他的资料 因为这位听众也觉得 自己可能有机会是石虫形的时候 不如索性说多一点 关于石虫形的人的症状 石虫形的人做了很多消化系统的问题 他的消化率比较弱 很多时候好像觉得饿不饿得的 不饿得的人一饿到他人就很冤枉 紧张 没有气力 这些很多时候是我们跟血糖有关的 血糖有关的症状的人很多时候血糖也跟肝有关的 所以石虫形的人很多时候肝是比较弱的 消化系统是比较弱的 消化肝都在我右边 所以石虫形的症状很多时候是身体的右方比较多一点的 还有石虫形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的 如果一人二十四小时 如果你问他有病 病症哪个时间哪个时辰比较多一点呢 他会告诉你 是下午四点不到八点 这个时候是比较最差一点的 而且因为消化系统经常有弱的 他经常有弱的疑问 这些时候是有弱的疑问 那石虫形的人很多尿都会有问题的 那个肌尼和肾各方面都有很多问题 很多时候会肾结石 很多石虫形都会看到的 好了 那石虫形的人吃东西就想吃 不饿得 但是吃一点就饱了 这个很有趣的 他吃东西就会这样的 即是饿到起来 饿到发泡 饿到整个人都是软堤的 但是你叫他吃 他吃几口 他很快就觉得饱了 好了 这个是石虫形的消化系统那方面 很多气 很多脏 他通常就有糖尿 或者肝这方面的问题 在情绪那方面 石虫形的人基本上是很有趣的 他表面很喜欢认叻的 我相信我以前也提及这个症状 他表面很喜欢认叻的 但是他内置 其实那个自信心就不是那么强的 所以很多时候 他就我们叫做bluffing 即是吹嘘自己多些 比你的感觉上 他是很架势的 但是他底子里 其实他都是比较上 是自信心 没有那么强的 好了 那石虫形的人 就喜欢吃朱古力 喜欢吃甜食 但是吃得多 他就觉得有病的 因为吃朱古力吃得多 或者吃甜食多 他就会出现不息的问题 可能肠胃那方面的不息的问题 所以石虫形的人通常就是 我叫做intellectual 用脑多些 但是因为用脑用得多之后 很多时候他出现 那个脑力和记忆力 开始弱 或者有时候觉得 说话用字方面 突然之间中间一个字用错了 有时候你叫他去外面 去大众场合去说话 他初初会很紧张 很害怕的 甚至乎有些叫panic attack 但是往往上台之后 说到开头好像有些困难 但是一说顺了 他就架轻就熟 做得不错 这个就是一个石虫形 在消化系统方面的症状 石虫形的体温 就不会像钙形 或者马前子那么怕冰 但是体型倾向上秀下阔 很多时候你都看到 他经常说 我自己身材很不错 我的下蜷 大腿是很肥的 上身是比较瘦的 这些都是一种石虫形的症状 好了 加上这些资料之下 我们的听众 你自己可以考虑一下 我刚才加了一些资料给你 你会不会真正来说 是一个马前子型的人 或者一个钙型的人 或者一个硫黄型的人 换一个蜜鱼汁 或者是白鸿鱼 或者是石虫形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做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的资料 都是比较多一些的 要足够的资料 我才能够定判断 是哪个疗剂是最有机会 治疗病人的问题 是的 这位听众朋友 可以想一想 感觉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个类型 然后试试这些疗剂 袁医生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疗剂 其实网上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有同学疗剂 它制造的地方 美国、德国、加拿大、澳洲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 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 其实南美洲有很多 因为同学疗剂 正如我以前所说 同学疗剂是属于全世界第三大医疗 有75个国家 有正式注册的同学疗剂的医生 所以同学疗剂的疗剂 其实很多地方都能够购买 我们的诊所都有很多 我们都有数以千只 即是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分能 有几百种 有不同的能力 我们都差不多 过几千 我们时不时 香港也有些人 都在用同学疗剂 他们也有时 他们会来我们的诊所 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疗剂 当然也需要知道哪一种能力 有不同的能力 有高、中、低 一般来说 是一般急性的问题 我们都建议 病人用中度的能力 就是30C 来试一下 比如你觉得有症状 你自己试一下 比如吃几剂 或者13次 吃三、四日 或者吃一个星期 看情况有没有改善 好了 我现在听这个资料 我看到 其实它那个部位 应该是属于一种叫做 Eleosicoval syndrome 就是小肠和蚂肠之间 有一个活门 这个就是小肠入大肠的活门 有点发炎 可能这种症状 会导致这种 就是整天的部位 好像有一种紧紧的紧 好像有一种紧紧的紧 好像有一种紧紧的 不适的地方 当然 导致这个问题 就是整体的消化问题 其实很重要的地方 是便秘的问题 因为长期服用这种射药 令到身体的肠的状态更加差 好的 好 这位听众可以试试 或者如果你觉得 都不是很清晰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去找原医生 来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看诊 或者我们休息一会 下一节回来 很多听众都想了解 自然疗法如何看诊 它的程序是如何 用多少时间 那我们下一节回来 我们再和大家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讨论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因为我们也想了解多些关于自然疗法 阿元医生平时如何去看症 比如像刚才那样 我们也分析了很多症状 是属于什么型的人 如果是有病人上去你那一树 你那个程序是怎样的呢 他需要多少时间的呢 你已经看到了 刚才我们由一封邮件 看到有些很清晰的资料给我们 我用我们的电脑 加入了大概24个症状 Rubric 我叫做Rubric 每一样东西我都和大家分析过 例如简单来说 一个最主要的就是 Designed Chocolates Lum Sensation in the abdomen 就是很喜欢吃朱古力 第二个就是腹肛 好像有一个硬化的那种感觉 还有右方的感觉 腹肛就像是慢慢紧 长期便秘 大便有困难 这些是一个很普通的 很一般性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进入很一般性的资料 你得出来的疗剂 就是能够治疗的疗剂会很多 所以现在是一百多个 现在是一百多个 现在是二三百多个都有 所以我们全部加的资料 是一般性的资料 很明显像现在的情况 因为我们没有机会 直接和病人做问诊 所以我们得到的资料 就不是这么仔细 在一般的情况 譬如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当时收了一封电邮在家 觉得这挺有趣的 我企图试下 用电脑分析 看看是否真的正如他所说 是否自己是石松仁的人 一种很客观的做法 我将他所讲一终一终地入线电脑 大概都使用了一个小时 第一你要了解他的症状 把医生的症状演变为书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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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们 我们看症如何看 起码说同类疗法 不是说自然疗法 因为自然疗法的背后 我用了很多种不同的工具 看看我用什么工具 同类疗法来说 我们通常要求病人 在网上下注一个表格 大概有八页子 其中有七页子 是病人由自己去详细填一填 由表格来看 我们问的姿势 知道是很详细的 第一 我要了解病人的主数 即他批評是什么 在这位听众 其实他的主数 可以这么说 是长期便秘 是其中一个主数 第二 他觉得右腹肯 经常有一种不适的感觉 某程度上 医学上 我感觉应该是 Eliosegloval syndrome 即是小肠、蚂肠、活门的症候群 那位置是很清晰的 如果我有机会做个检查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那个位置 应该是活门的部位 我要了解每一个症状 在每一个症状之下 我要了解每一个症状 我们希望有什么有关 譬如我们要知道 什么引致 为何会开始有便秘 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 他的便秘 是从小都有的 但早期是为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但我们有时候 都希望找到每一个症状 每一个病的起因 大概会是这样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受伤 有时候可能受惊 有时候可能是气候的软变 会导致飲食的失调 亦可能造成这个病的问题出现 所以我们会知道 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办法 找到起因 也要问好这个病 它的部位在哪里 以及它的感觉是如何 你说痛 痛有很多种 一种灼烈的痛 或一种尖銳的疾痛 或者有一种脏的痛 或者有一种好像压的痛 或者一种撕裂的痛 其实痛有很多种形式的痛 我们要很仔细 尽量拿准确一点 好了 拿到痛之后 拿到部位 我们也会知道 到底这个痛 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更加痛 在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舒缓得到 我们叫做 What makes it better What makes it worse 我们叫做Modernity 有些情况之下 是跟时间有关的 有些人的痛 是晚上才会特别痛 石虫型的痛 应该是四点到八点 如果它能够很清晰地说到 它的右腹痛 在下午下 黄昏四点到八点 是最痛的 石虫型的机会 就大很多了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叫Modernity 什么令它更加好 什么令它更加差 我也要知道 我叫做Concomitant 有什么半症 有什么半症 我记得最近有个病人 他的症状 他说他经常嘔的 他从小到大 经常都很容易嘔的 但他说 他嘔的时候 经常觉得 颈部的部分很轻的 他越轻的 越轻的 他嘔的情况 会更加严重 这是很特别的 一般来说 一般人的嘔吐 多数跟腸胃有关 吃东西多 或者气多 或者吃酸东西多 或者吃饱滋 或者吃纤维多 或者扁鼻之类 这是容易 一般的情况会出现 但有时候病人 是不同的 他的伴症 跟一般的情况之下 会不同的 我们也要知道 所以 我们要了解 每一个病的情况 我们也要知道 在其حد度 包括气因 血液 寻得到 感觉 部位 有什么好 或是差 或是家有什么 能备见 受懒 Ast 如果病的人 能够有4,5個ں胱 我们要汇囊 每一个的病狀 都要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下面 要清楚 病人整体 我们可以说 从头发 吻脚体 吻脚头 整个人百分 每个部位 有没有其他症状 有没有其他问题 例如头部有没有问题 还有很多头皮 头很容易出汗 或者头很容易头痛 问到眼睛 眼睛有没有视觉很模糊 眼睛有没有很干 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鼻涡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口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口不是很干 口气很多 或者腻胎很厚 或者腻胎是地涂舌 其实我们每个身体 每个部份都很详细地了解 接着我要了解整个人的情况 整个情况包括胃口 吃东西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或者有什么不喜欢吃 或者有什么吃了之后不舒服 这就是他的胃口 亦都问他那个大小异便 所以中医的望民民窃里面 那个大小异便 那个皮肤的质素 皮肤的肤色 出汗的情况 还有他体温 又怕冷又怕热 他喜欢不喜欢空气 喜欢高山 或者喜欢近海 或者喜欢室内的空气 或者怕不怕风扇吹 或者冬风吹到身体有什么感觉 喜欢不喜欢运动 喜欢不喜欢晒太阳 喜欢不喜欢洗澡 喜欢热水 冬水 你看看我们的八叶子的问卷 其中七叶子的病人达的问卷 其实是很详细的 在《同学疗法》也有这些书籍 其中一本书是 《医生需要知道什么》 才能够成功地找到那个疗剂 《医生需要知道什么》 以为成功的医生 这是一本书类 我曾经把这本书类 送给病人看 可惜全是英文资料 很多病人看了之后 可能都会吓死他 一本书教你如何回答问题 因为我们在医病的时候 其实我们主要是一个人 大部份的情况 尤其是慢性病 就是慢性病 我们觉得我们医生需要一个人 当然有时急性病 你所需要的资料 是有关病症 和人在病的影响之下的反应 其实都足够我们找到一个适合的疗剂 去帮助他 但是遇到很多的慢性病 比如很多的糖尿病 高血压、癌症等 这些问题 或者自闭症等 就是一种整体性的问题 都是一种慢性病 我们的治疗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要找关于那个人 那个属于哪一类型的人 这个当然有几十个 二十多三十个 但是当然我们的同流疗剂里面 常用都有三百多只 在医学书里面 成千多只 但是呢 药店、药厂 可能都可以做到五百多只 给我们的 但是常用都是三百多只 那由三百多只 可以这么说 人类的大部份的问题 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医得到 虽然未必一只 有时三百多种药 有什么可能呢 人口成这么多亿人口 不同的病 那变化很大 那我们是不是三百多种药都够呢 很幸好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 其实很多疗剂的药 能够医治病的范围很广泛 主要你的型是接近 或者符合 有很大机会可以利用这个疗剂 是可以启动到人的自己 自己医治自己的能力的 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在急性病 我可能都用的时间 可能都要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尤其是这个病人 我完全不认识的 要很肯定 那个问题是一种属于急性病的 那我们就可能都用一个小时 或者到过半小时 都可以 有机会找到一个疗剂出来的 但是如果一些是慢性病 我们通常都预约五个小时 两个小时是问症 加上基本的检查 检查的都是看牙齿、口肝、皮肤、手、背 手、手、脚、指甲方面 一般可以拿到一些线索 当然如果痛的部位有问题 我们都会做一些检查 彻底了解一下 譬如我最近有个病人的问题 他的症状是说手指麻痺 一一正是右边的手指麻痺 这都麻痺了很久 我都企图帮他拿整体的症状 最后我拿了之后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解释到 他为什么手指麻痺 结果我就跟他做过身体检查 在检查之下 一看到他的脊椎是很敏感、很痛的 摸下去很明显 他的问题是因为脊椎退化 其实X光也有说 他带来的X光片 医学报告也有说 但很多时候的人 不一定有脊椎、骨齿 一定会导致手指麻痺 不一定的 但有时候我会分析 但如果我们不是拿了这个资料 我们很难全面了解 可能做完之后 发现我所需要的资料 是一个很局部的资料 就足够去治疗 但我们未做过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全面了解 如果我们到时起步去治疗 是找不到疗剂 或者只是找到片面的疗剂 可能初初是有些改善 但做长远来说 可能都跟着不了 所以纯的同类疗法的正确做法 就是哈尼曼医生一早就说了 我一定要整存的资料 叫Totality of Symptoms 整存的资料 整存的资料 就是刚才我讲病的资料 以及人的每个部份资料 人的整体资料 以及人的精神情绪状态 在同类疗法里面 有些医生认为 人的精神情绪状态是很关键的 如果你要治疗一个人的问题 你要根据他的精神状态的指引 去找疗剂 其实很多时候更重要身体的状态 但也未必一定 有时我们看到 有些人的身体症状 就是整体的症状 是重要的精神状态的 这个通常都是用我们自己的经验 以及我们的资料完整的资料之下 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 所以一般遇到一些疑难的疾症 因为我们看那些疑难的疾症 我们很少看普通病 通常都是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会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些资料分析出来 然后我组合电脑的资料 我再做一个分析 就是到底病的重心在哪里 刚才我们这位听众 其实他的重心 就不是他的腹部那种不适的地方 或者Eleosical valve 其实他的重心应该长期便秘 加上长期滥用这些射药 是导致他的体质变成这样的 所以在我们的治疗里面 我们可能的重心 就问人有哪些疗剂 是有这类的背景的 马前子其实是有这类的背景很强的 如果这个病人又怕冷的 平时做事很紧张很博杀的 马前子的机会是会大过石虫营的 石虫营的人就是 首先我曾经有分析 都是右边的人 比较喜欢吃甜食 有血糖低的症状 还有腹部有很多气 他不是只是慢慢紧紧 不是有东西顶住 他有腹部有很多气 很脏 吃东西就会很快很饱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疗剂是有主数 和我们叫做Keynote Symptom 就是关键症状是哪些 所以在我们的治疗里面 我们是需要用很长时间 很仔细去了解病人 往往病人经过我们的interview之后 他们通常感觉上 从来没有试过 有一个人那么全面了解他 这是很常感到的 一个人的反应 一般人虽然有些人很亲 或者家人很亲 但也不会那么全面 解剖给其他人知道 不单单你身体每一个部分的细致感受 那种不适的地方 你整体人的喜好 以及你的内心世界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要了解出来 所以同学疗法做得正确 一定要经过这些步骤 所以我们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 但当然如果一个问题是很简单的 比如他在运动中打球 被球打到眼球眼圈黑了 其实我们要考虑的疗疗是很简单的 如果眼球打到眼球黑了 如果他看到他拿冰在那里敷住 基本上疗疗是在这里 如果他碰到的地方 是眼睛头颅骨 这个地方疗疗是hypericum 很多时候在我们叫做1st A急救方面 其实疗疗可能是很简单很快 当然在1st A的时候 你不可能用5个小时的时间 慢慢地去拿的资料 那你很快就作出决定 很幸好在同学疗法 我们有急症的做法 但在慢症的病 我们是需要很详俊的 我最近在加拿大回来 我们的老师示范给我们看 可以说他对这方面的资料是很滚瓜烂熟的 他竟然都用5个小时来分析 那何况我们 如果经历没有他那么高 虽然他都20多年左右 我记得我初初和他一起上课 但他在这方面是深入的 我们可以看到同学疗法 我们叫做Taste Case Taking Interview 我认识医疗差不多是一个典范 我也知道在美国有些医学院 在学习课程里面 他也要教学生如何去取决 我以前读书也有的 我认识医疗需要什么资料 就算在原始的一般的 所谓对抗性医疗的课本书 的教导都说 我们80%的资料 是问诊的拿回来的 真正正做检查 你所来的资料 大概只是十分之一的时间需要的 有10%的资料 就是用这些所谓的身体检查 或者另外10%是化验的 其实大部分大部分的资料 做诊断的资料 其实都是在文静那里 但你一看到 现在很多时候 那些人去看医生的经验 就不是的 去到就先做一大轮的检查 用到很多千元很多万元 做很多这方面的检查之后 很多医生好像 就看着个报告 看着个化验报告去医病 在同类疗法就刚刚相反 最主要原因 同类疗法的二百多年前 我们试药 我们是用一个真的人 一个健康的人 是试药的 我们不是用检查方法 去了解药的性质 所以我们的资讯基础 通常是病人的主观 或者是病人的资料 虽然我们的检查 他都会做 但是我们找药 很少会用检查方法 即是我们作为一个医生 我们需要做一个断症 所有任何医生 都要做一个正确的断症 这方面西医 对抗性医疗 这方面是做得很好 大家有机会看 《Doctor House》的片集 其实你会学到很多的诊断 断症 我都很喜欢看这些 但是你拿到的诊断 不是等于你能够治病 很多时候有些人 会有一种错觉 有时遇到病人 在我们的诊所 他发现我用很多时间去问 但我不是用很多时间去做检查 看报告 看那些化验报告 因为跟他们一般在外面看西医 是很不同的 西医会做很多很多报告 大部分的资源 是丢在检查方面的 跟疗快医疗 刚刚是相反的 但对我来说 我们了解病人的资料 大部分由病人本身的感受 加上我们客观看到 比如他皮肤的质素 有红 有没有疹 有没有皮舌 指甲是厚薄 有没有颜色的改变 尼胎或者眼 其实很多中医都会在 同样的疗快医疗 也知道他心跳的状态 他脉搏的状态 其实都要参考 但我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都需要 比如问病人本身的生活习惯 和性格方面 我很多时候要问他 认识他周边的人 或者他的太太 他的先生 或者他的子女 或者他照顾他的工人 或者是护士 很多时候 在我们文证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多方面拿资料的 有时候病人 有时候第一次 可能不好意思 很多事情都不会告诉你 我们通常要在其他途径 探索这些资料 是的 同类疗法 对这些问诊 了解病人 整存 他的问题 背景 这方面 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我想有很多朋友都想了解 究竟同类疗法的效用是如何 是否很能力 他会否有副作用 可否多说一点 袁医生 其实《同类疗法》 那本叫《药物点凡》 或者《Organon of Medicine》 是哈尼曼《同类疗法》的鼻祖 是写的那本书 是讲《同类疗法》是什么医疗 《同类疗法》的医疗 《同类疗法》的理念 《同类疗法》 如何去用药 如何去试药 药是如何去应用 如何去问诊 如何去拿资料 差不多那本书可以这么说 是有大概290多段里面 全面解释了 分析了《同类疗法》 应该是如何去做的 这个就是《同类疗法》 你说它的效果方面 其实很多过去的经历 印度国父坚地曾经都说过 《同类疗法》 是它认识所有医疗里面 医疗的效果是最广泛和最好的 医疗可以这么说 能医百病 什么鬼古灵精卦的病 包括有时候 你根本没办法理解那种问题 因为你不能认识的 但是是一样可以去医的 那个好处就是 我们所谓的断症 就不是西医那种断症 西医通常是一套的病名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其实我们不是说一定需要病名 比如刚才我回到这个例子 如果在医疗的断症 那位听众的封信说 应该是医疗的病名 那个病人都没有说 但是我看那个聚述的资料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但病人都不需要说 因为我们去医疗的时候 我们需要医疗病人 很多有关病人的本人的资料 除了那个病的资料 那么和疗法呢 为什么能够能够医百病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这样的断症这种局限 在西医来说 有时候你没有断症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怎么入手 那么当然了 西医很多时候 就是那几类的药 都是治疗的症状 所谓治标的 就是消炎药 抗生素 止痛药 止痾 止痾 其实那个药的类别不是很多 其实很少的 虽然它可能有很多 过百个千种的化学药品 但其实它的功能方面 其实都是那几类的 不是很多的 但是和疗法就是很多元化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治疗 都是很个别性的 那么我其中有一本书 我在印度有本书 那医生就用一种 用同类疗法 用L-Impotency 就是一种分能 就是它弱的稀释 制作一种方法 那么它整本书 是陈列出来 它每一种病 就是很多几十种 足成过百多种的 治疗的成绩 比如有一种 它就归纳 一种叫急性病 一种是慢性病 那么每一种病 它只是说 用同类疗法的方法去治疗 那么它每一种病的疗效 就是有些是完全好 叫做治疗了 有些是改善了很多 那么成本书是陈列的 那么在我今次在加拿大 我这位老师 其实他们的疗效 基本上 有时有些人问他 就是这个病人 在急性室里面 已经是深切治疗部了 根本西医基本上就放弃了 那么有时有些人 在这种情况 是找他去医的 那么他的病人 多数都是他的学生 医生 很多西医来的 都没有办法 那么就提供给他 那么他会问回头 这个病人是否医病 他会问回头 这个病人是否还在呼吸气 所以说来说 这个病人还在呼吸气 他跟医疗法有帮助 那医疗法可以这样说 在我自己的经验 和我接触的经验 是对根治疾病 我相信是没有什么 其他方法可以给得到 根治疾病 那医疗效果是真的很广泛的 当然我们人也会有死那天的 有时在最后的生命 最后的那段时间 医疗法未必可以根治 但是也可以令他很舒畅 很安长地过后的那段时间 所以说 在同学疗法 某程度上 很少说有些病 是没有办法帮助的 那么我老师的分析 他说 只是大概有5%的病人 可能在同学疗法的时候 都医不到的 但大部分的时候 如果同学疗法 你是用得对 是给心居去医 很少病人说医不到的 我可以这么说 95%的病人 不是 即是快去的那些 如果他真的好好地去合作 好好地跟医生 而医生也很肯花精神 去跟进他的病 我相信 那个成功率 就算未必根治也好 是改善他的状态 例如有些人 例如雷风湿 那些关节已经全部坏了 我遇过有些病人 那些关节 直接僵硬到 他根本是屈不住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起码可以将他的症状 舒缓 要令到他的关节 可以由远回去 可以走路 很难 都是可能说到很多年 的事 可能两三年之后 才可以做到的 但肯定 这个效果 是比他以前所试的方法 的机会 起码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 在我现在的诊所里面 我都会将我所有病人的疗效 我会公布出来 我每一个病都会 当然我只能说 他真的肯做的 如果他来了之后 他都决定不用的 或者做了不医的 不跟进的 我这个我不觉得 应该算进阻力 我现在希望 我都可以做到 起码有九十个百分之成功 例子 不论你有什么病 我想了解一下 通常找完医生的病人 一般他们是 什么事来找你 就是什么病 会不会有些 特别的案例 会多些 一般是什么人来找你 很明显 在审恩仔里面 我们的病人 很多病人 都是病人 都是医院的 亦都控制不到 医院的医院 都按不到 如果有些人 医院的医院 可以按到医院 他都按了就算了 他都不会想办法处理 所以我们 在一般的香港 或者西方国家的环境 我们处理的病 多数是一些药物都禁止 比如审婚仔里面 我们比较多是皮肤问题 其实湿疹我们比较多 因为湿疹这个症状 其实在西医来说 真的是触手无策 当然可以用那个类固醇禁止 但是你知道 禁止很快就知道没什么效的 而且就越来越差的 所以湿疹很多 鼻敏感体很多 自闭症也很多 自闭症是一种症状 真的很可怜 西医来说真的没什么做得的 做很多治疗 音乐治疗 行为治疗 其实那里我可以这么说 那个疗效就不是很显著 而且你花的时间是很多的 所以你得出来的疗效不多 同样疗法的经验 起码百分之五十的病人 在半年之内 他会经历到很明显的改善 我觉得如果你再仔细些去做 或者给多些时间 我想大部分的自闭症的案件 都可以明显改善 不是少少 我说明显起码好一半 比以前好一半 我这个也比较多 成年里面当然了 我们癌症是很多的 还有所有你想到的问题 文明人的问题 我们都有的了 比如有些人常问我们 有些病我们医的 有些病我们是常见的 我们医得到的 其实我们通常会问 有些什么病不医更好 因为我们医的病很多 有脱头发 拖头 或者全身都没有了 这些有时候在其他医院 都不知道怎么入手 那由顶那里 头痛 扁头痛 头昏 耳朵中耳炎 外耳炎 或者那个 我们叫Vertical 就是旋转那种问题 眼的问题 那个青光眼 眼发炎 角膜炎 就是你想到的那些 或者那个Style 就是那个眼挑针 那样 那到面部的那些暗瘡 沈蚊子的暗瘡 或者孕婦的暗瘡 鼻歌 鼻敏感 鼻息肉 长期打一次 花粉热 这类 到口看那方面 整天口烂 口看经常烂 就是到颈部的 甲上线的问题 或者颈椎痛 或者那个 分离颈 肩膀的肩周炎 手指皮肤 其实 由头到尾 你任何的病 和疗法都可以帮到的 孕婦的胃奶的情况 孕婚仔BB 吐奶 小肠气 有些孕婚仔一生出来 他全天口腔 吐唇都很严重 他连什么食物 喝奶都吐出来 有些人没有这些 结构性的问题 我都是 整天都吐奶 就像我最近有个病人 他从小到大都吐 大人的了 吃东西都很快就吐出来 那就是这些 古灵精卦的问题 胃潰痒 肝的问题 肺的问题 心脏的问题 其实 回想一下 其实没有什么病 我们没有什么 没办法看到 我最近有个小朋友 他的症状 他是自闭症 过度回忆 他的症状 他从手指的皮 撕到损了 你想想想 如何医治呢 你想想用其他方法 如何医治呢 同一个疗法 我们有些疗剂 那些手是很忙的 那我就用这个疗剂 就令到他停止 撕手皮 还有他的自闭症 他一直一直改善 所以 真的我们看那样东西 广泛到惊人的 我试过看 有些病人 那个脚甲 常插入脚趾那些肉 常常烂 吃很多抗生素 吃了很多轮都不行 那用同一个疗法之下 他就不再好得了 而且不会常常发作 所以你讲来讲 我们 什么病我们都医治的 尤其是古灵精怪的病 甚至乎 有些人觉得被鬼上身 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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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的趕鬼 仪式什么都做过 都不行 那我们都用同一个疗法帮 发羊钓 其实可以这样讲 你想得到的病 我们都医治 同类疗法的试剂 那么能力 是否真的没有副作用 因为由于同类疗法的疗剂 是很稀释的药 虽然我们说 在天然的自然界 抽了出来 就算它原本是毒性草药 也好 但成为一个疗剂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稀释到 所以说千千分之一 亿分之一 所以同类疗法 肯定是在所有医疗里面 是最安全的 对孕婦、婴儿、婴儿 是绝对最安全的治疗工具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有很多人都会关注 会不会贵 因为原来有时要用到 两三个小时 甚至五个小时去看病 会不会是很贵的呢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因为我们处理的 多数是慢性病的病人 通常都会用到很多钱 不是几百元 几千元 是几千元 也不好 十年 也不好 如果我们一日用的钱 最主要是我们的时间 因为我们很仔细跟进 能够将病 徹底搞定 用几千元 也好 一、两万元 也好 将一个疾病 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今前都医不好病 医治好 其实最终 你自己衡量一下 是否值得呢 是吧 真是的 今集的节目时间 真的差不多了 真的很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我们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 祝大家快乐 健康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好的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场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读数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hialing.com.h 在厚 骑 1 5 6